之前做过一期韩国领导人视频 说韩国总统是最危险的职业 十一人都不得善终 其实美国总统也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 历史上一共有45位总统 其中遭遇过刺杀的就有9位 相当于20%的几率 而被刺死的有4位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几位 著名的遭遇刺杀的美国总统 1.亚伯拉罕·林肯 说起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林肯绝对要为了其中了 林肯一生是坎坷曲折的 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 他都经历了许多的失败 但他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终于在1860年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 林肯的人生经历绝对励志 这些有机会我们再单独出一期讲一讲 林肯一向反对黑奴制 他上任后就加大了废除奴隶制的力度 但这引起南方十一周的不满 他们宣布脱离联邦 成立了南方邦领政府 公然与林肯对立 1861年4月12日 南北战争爆发 在林肯的领导下 北方最终打败了南方 维护了美国的统一 战争虽然结束了 但南方的诸多势力依然存在 而林肯 自然就成为了他们最痛恨的人 这也为他的遇词埋下了伏笔 我们肯定觉得 要刺杀美国总统 肯定需要周灭的计划和强大的后台 此刻必须是训练有所的杀手 才有可能成功 然而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1865年4月14日晚 林肯和夫人一起前往福特剧院看戏剧 《我们的美国表亲》 然而就在剧情进入高潮的时候 林肯包厢内的门突然打开了 一个身影出现在林肯背后 只见他掏出手枪 对着林肯的后脑就是一枪 林肯倒在了血泊之中 整个剧场陷入了一片混乱 随后这位刺客高喊着 这就是暴君的下场 从二楼包房跳到一楼 腿摔断了 但还是强忍疼痛逃离了现场 居然没有被拦住 直到4月26日 他塞在一个仓库里 被军队追杀击毙 而在刺杀发生九小时后 林肯因为失血过多 而于是尝死了 这一切刺杀来得如此轻松 里面必然有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内情 首先令人咋舌的是 刺杀林肯的人并不是什么杀手 而是个剧院的喜剧演员 叫约翰布斯 一个演员 为什么要去刺杀总统呢 布斯虽然表面上是演员 但却是个南方帮林的极端支持者 林肯遇刺前几天 南方代表罗伯特里向北方投降了 这增加了布斯对林肯的敌视 恰好在4月14日这一天 他听说林肯要去他所在的剧院看戏 这个天赐良机让他鲜细肉慌 他就拟定了一个简单的刺杀计划 可能他自己都没想到 许许多多的偶然事件 让这起刺杀变得异常的紧淡 本来总统的报房门是有锁的 然而这把锁几天前坏掉了 也无人报告 而在包厢门外 按理说应该有警察站岗的 但是直前的警察 由于不喜欢看戏 就偷偷跑到别的地方喝酒去了 把空空的大门留给了布斯 可以说林肯的死 就像他所在的剧院一样 充满了戏剧性 美国当局随即展开了 针对刺杀案的一系列调查 虽然他们一度怀疑 是南方邦林领导人戴维斯 策划了这起刺杀 但最后证据显示 刺杀应该是布斯的个人行为 一代领袖 美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 总统之一的林肯 竟然死于一个逢场作戏的演员之手 可以说仍然唏嘘不一样 不过 林肯遇刺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 一百年之后 另一期美国总统遇刺身亡时 林肯之死的种种意云 再度浮出了水灭 这新的一场厮杀 就是轰动世界的肯尼迪之死 2.约翰 肯尼迪遇刺 肯尼迪的奇闻意识非常多 比如他与玛丽莲梦露的暧昧 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 与玉米哥的较量等 但要说最离奇的 还得说他遇刺这件事 20世纪最大的谜团之一 里面有太多的疑惑难解释 其中还包括 与林肯岸千丝万缕的关系 1963年11月12下午 肯尼迪些夫人 杰奎林乘坐厂房轿车 来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 肯尼迪此行的目的 是要在这个州拉拉选票的 提高一下支持率 达拉斯民众 听说总统到来十分的兴奋 在路两方站满了 准备一度总统的阵容 本来美国总统出行 安保工作是十分严格的 总统身边十米 就要有层层的保镖防护着 周围的建筑也不许开窗户 但肯尼迪为了显示自己亲民 降低了防卫标准 还特意坐敞篷车路面 和围观群众亲切地打招呼 这样的举动 无疑把自己推入了危险的边缘 德州反对肯尼迪的人是相当多的 想置他于死地的人更不在少数 果不其然 到了2点30分 只听得几声枪响 肯尼迪头部被子弹击中 鲜血刷的一下喷溅出来 肯尼迪直接倒在了杰奎林的怀中 杰奎林惊慌失措 今生叫喊着 显然被这意外给吓坏了 现场的人们也都慌乱不堪 场面一度失控 肯尼迪被紧接送往医院 但为时已晚 很快美国政府宣布了肯尼迪的死讯 这起刺杀案的强劫 到此其实才刚刚开始 刺杀总统的枪手 名叫奥斯瓦尔德 是个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士兵 接受审讯时 他表现自己是出于对肯尼迪政策的不满 才来刺杀他的 奇怪的是 根据现场的分析 射向肯尼迪的子弹 是从三个不同方向来的 也就说 除了奥斯瓦尔德之外 还有另外两名枪手 在不同的位置开枪 那其余两人去哪里了呢 更诡异的事情 发生在两天后 当警方在押送奥斯瓦尔德时 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人 朝奥斯瓦尔德的肚子开枪着 奥斯瓦尔德当场毕灭 临死前小声地说 我只是个替罪羊而已 众目睽睽之下 杀人灭口 这件事再次震惊了美国 凶手被当场抓获 他叫卢比 是个酒馆老板 卢比一直含含糊糊的 始终不敢透露 为什么要杀奥斯瓦尔德 过了没几年 卢比竟然奇怪地 死在了狱中了 据说临死前被人下了毒 之后 凡是见证者 都想起因各种疾病事实 这件事就成了死无对证 人们都怀疑 这幕后 一定有一只黑手 熟悉侦探剧的朋友都知道 猜主谋是谁 就要看谁 能在案件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按这个思路 矛头直接指向了 美国的副总统 林登·约翰逊 按照宪法 总统训迟 副总统可以接任 约翰逊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总统 他马上针对总统预测案 成立了调查组 并且写了一份报告 然而 这份报告却被当作机密文件封存了 要到75年以后 也就是2038年 才可以解密 更离奇的事 他一上台 就推翻了许多肯尼迪时期的政策 比如肯尼迪希望在越南打特种战争 而非美国直接卷入 但约翰逊一执政美军就直接参战了 要知道约翰逊的身后 有不少军火商在等着发战争才 此外 肯尼迪生前曾针对德州石油大亨 潘万进行调查 这牵扯到了约翰逊 很可能威胁他的地位 以而 约翰逊出手干掉肯尼迪是有可能的 更何况 他与FBI局长胡佛关系甚密 完全有能力策划这样一起阴谋 以而 约翰逊是嫌疑最大的幕后主使 不过这也只是猜测而已 要想了解真相 还得等到相关文件解密 不过这期间 又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 被人们发现了 肯尼迪遇刺 与林肯之死 居然有着许多惊人的强盒之处 比如 林肯是在福特剧院被杀 而肯尼迪遇害时乘坐的林肯排轿车 就是福特公司生产的 林肯是1846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肯尼迪则是1946年 相差了100年 林肯1860年当选总统 肯尼迪是1960年赢得总统选举 相差还是100年 他们的继任者都叫约翰逊 而这两个约翰逊出生的年份相差 也正好是100年 类似的巧合还有诸多 似乎肯尼迪的死 就是林肯遇刺100年之后的重演 这也为这两场总统遇刺案 蒙上了更深的一层面杀了 相比起前两位 这位罗纳德·里根总统 虽然名气稍畅 但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 他帅气的面庞和优雅的气质 吸引了不少的女粉丝 然而长得帅 并不能摆脱厄运 里根任内也经历一场惊天暗杀 其惊险程度不亚于上面两位 怪事要从1981年3月21日说起 那天他来到当年 林肯遇刺的福特剧院 进行募捐活动 在经过林肯被杀的包厢时 里根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对身边的人说 或许会有人突破防卫来刺杀总统 当时的工作人员 都不理解总统为什么会说了这样的话 想不到酒店之后 他的预感映烟了 3月30日 里根来到希尔顿酒店 与工会代表会面 会结束后 里根走出酒店 迎接前来采访他的记者 就在人生嘈杂的时刻 只听了一声枪响 总统身边一位工作人员 硬声倒地 众人顿时乱作一团 安保人员来不及反应 就听见第二声枪响 总统旁边 又人重弹倒地 随后只听见第三声 第四声 一共六声响 而这六枪竟是在短短的1.7秒内射出的 目标全都是里根 就在前军一发之际 特工麦卡锡奋不过身地扑到总统身上 挡下了致命的子弹 很快 枪手被控制住了 里根被推入轿车 迅速驶离现场 然而很快 车里的人们就发现不对劲了 里根呼吸越来越急促 内部渗出了鲜血 他们赶紧把里根送到医院 医生发现里根的身上有一个弹孔 子弹很可能还留在体内 后来分析才知道 这枚子弹是击中汽车的防弹装甲后 弹入里根体内的 医生们不敢懈怠 马上进行手术 但令所有人恐慌的是 医生起开胸膛后 并没有发现那枚子弹 他们推测 很可能子弹已经进入了静动脉 随血液游走于身体各个位置 此时里根因为失血过多 而进入了昏迷状态 生死只在一线之间 就在这时 而更加可怕的消息传来 里根体内的子弹 很可能是达姆弹 子弹随时会在体内 二次爆炸的 引发更大的伤害 为了安全起见 医护们穿上防弹背心 继续进行手术 另一边 案件追查还在继续着 凶手已被抓住 名叫约翰·辛克利 他是个富二代 有优越的生活条件 那他为什么要刺杀总统呢 就在审讯刚开始不久 一条情报传到了 古兴黑格的手里 他看到后脸色苍白 神经紧张的 立即在白宫地下室 召开了绝密会议 黑格来到会议室 却说了句十分奇怪的话 橄榄球带来了吗 橄榄球 这跟里根被刺有何关系呢 解密才知道 总统的核按钮箱 代号是橄榄球 但总统遇刺 拿核按钮有什么用啊 原来黑格刚刚收到的 全报显示 苏联的两艘核潜艇 正加快向美国的海岸逝去 这一预理跟遇刺的时间 恰好吻合 难道这些案件 是苏联策划的 要趁美国群龙无首之际 率先发动战争 苏联核潜艇 如果现在发射 美国是不可能拦截成功的 这一下把白宫 各位高官都吓坏了 他们这次开会讨论下部对策 不过随着事情深入调查 案件的结果 却令人啼笑几飞 凶手约翰透露 他刺杀总统 只是为了追求 心爱的女明星朱迪 他多次向朱迪试爱 可人家对他爱达不理的 于是 他就想通过刺杀 来吸引朱迪的注意力 这个回答上 所有人都一脸懵逼啊 约翰继续解释 他是受到最近一部名叫 出租车司机电影的启发 电影中男主为了追妹子 不惜去刺杀总统 正让约翰找到灵感 他看了这部电影十五遍 深谙其中僵随后 也复若行动了 这起惊天动地的刺杀案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真可谓是 现实版的黑色幽默了 幸运的是 里根总统被抢救回来了 其余重担者 也都得以幸存 这起案件 也就逐渐落幕了 好了 由于时间关系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